台湾新竹尖石乡秀然生正溪堡控溪吊橋 兴建岩 在前往正溪堡途中,順便造訪兩座吊橋景點 眼下是橫跨白石溪控溪吊橋 通往對岸控溪部落,看來是一座很普通的吊橋 秒看控溪吊橋 村民說颱風常損壞這座吊橋 目前維修得很好 御峰溪、太岡溪、白石溪、三條溪在此為何 看到御峰溪上的軍艦岩吊橋 這座橋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建造 沿途甚多東鄉樹且有溫泉 這裡在深秋及冬季時,遊客絡繹不絕 前往軍艦岩路邊,有正港的烤山豬肉及香腸攀商 且販賣當地的特產 烤山豬肉的香味大量吸引渡客努力 建造橋頭 2015年建造此橋 每次只能限三十人通過 全長六十公尺 在橋上就看到這塊旗岩 因為像軍艦的箭手正出航戰男的溪水 所以其實被稱為軍艦岩 這座吊橋稱觀景台 因此取名軍艦岩吊橋 過軍艦岩吊橋 有一條通往很野生炮台的補道 是日據時代留下的歷史遺經 遠處見到白石溪秀蘭大封閉 到橋下西邊觀賞軍艦岩 此地區地支岩城為溫水城 由淺灰暗灰色薄塵堅硬細砂岩 即薄塵灰色至深灰色葉岩和沙子葉岩組成 溪流中有許多浮花魚 顯示溪水清澈潔淨 昂首啟航的軍艦岩 前往正溪堡 途經這座橫跨白石溪的秀蘭大橋 2018年12月完工啟用 經費達一億三千七百六十萬元 成為山區原住民來往的交通樞紐 經過新光部落入口牌樓 已是下午沒停留 直接前往正溪堡森林步道 步道登山口有一家商店 由於時間已晚直接往步道前行 從停車場開始上坡 芒潮小徑往前延伸 正式進入森林區 現在正是夏日炎炎 但是在山路行走非常兩種 全程九點五公里 必須成間入山 下午下山 現在已是下午兩點 估計無法走完全程 由於天涉已晚 許多遊客都已下山 下山的遊客 明明我們不要再進去了 山中岔路多晚間行走更是危險 看來今日我們無法到達目的地神木區 我們只走了一半的路程 為了安全 只有計劃下次再來 回到正西堡 正西堡太亞語的意思是 第一道曙光最早造的地方 這裡海拔一千七百公尺 先探訪正西堡的長老教堂 正西堡太亞居民大致有二十戶 許多居民已遷到 離這裡兩公里的星光部落 這裡除了這所教堂外 民宿及露營區居多 通常遊客滿載 這所教堂是太亞族的信仰中心 是新蓋的教堂 教堂內部 開得到嗎 開著 教堂旁邊有一所原住民手工藝工作室 教堂後山高點上的原住民家居 靈墓中成舊的木屋 以廢去不用的舊有教堂 向當年基督教來使傳教的艱辛 舊教堂的家居 在正西堡沒有主街道 許多居民移居到離兩公里遠的星光部落 進入星光部落 星光部落有條主街道 我們入住這家西立克原住民宿 早期原住民的木屋 大多改建成漂亮的樓房 這是新光國民小學 看來是正西堡地區最高學湖 新光國小的操場 從民宿的樓底觀景台 可觀賞到壯麗山河 陡坡上有許多秀真形的梯田 非常漂亮 生產高冷蔬菜 一眼望去三軟起步 眼前所見是台灣的雪山山脈 平均在2000至3000餘公尺海拔 這正西堡區大多在1700公尺 至2000公尺海拔 和泰崗溪三軟起步 和泰崗溪三谷 於對面山頭下的司馬庫斯相望 街上有一所滄網公尺海拔 街上有一所聖落旺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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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希堡的月夜 隐约看到下方司马库斯的灯光 那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 谢谢观赏